各位朋友,我是陳雲 美國選舉舞弊涉及的投票系統公司Dominion 終於得到主流媒體的節目主持人報導 特朗普的代表律師Giuliani 在昨晚接受Fox News的訪問 就說內華達州、賓州就開始票回來 他投訴許多票站不收共和黨的監票員進入監票 極有可能涉及選舉舞弊 之後節目主持人忽然說 Dominion點票公司有一位告密者說 今次美國大選用的投票系統 在2013年在委內瑞拉出過事 當年在點票停止之後 有選票是顛倒了 即是本來投這個變成投那個 Dominion和Smartmatic是甚麼關係呢? Dominion是投票用的機器系統 這套投票系統使用的軟件就是Smartmatic 這個軟件是委內瑞拉開發的 是不是奇呢? 美國五個州在11月3日停止點票 過了12點晚上 點票機 offline之後 在第二天清早恢復 online 忽然間 特朗普總統由原先領先變成落後 變成拜登領先 Dominion點票之後 他的聯營公司Smartmatic和Skyter 兩間公司就在德國 開始收集資料 懷疑期間 點票停止與這個有關 Smartmatic公司 就是委內瑞拉開發的 一間跨國的點票系統公司 其中一個處理中心就是德國 另外呢 他又與Skyter的西班牙公司合作 這是在IT時代 很多跨國公司合作的結果 當然也是為了折省成本 經常外判一些事情 給外國公司去做 這樣來說 幾間公司合在一起 做一個點票系統 開發公司又是來自委內瑞拉 其實是來自美國的敵國 當然是有安全隱患 我一會兒就會解釋一下 為何這間公司 會被採用在美國做點票 話說回頭 主持人說的Fox News 就說點票停止之後 神奇的事發生了 告密者就說 選舉系統會配票 令某些候選人 忽然間 夠票就贏了 在美國今次點票 就碰巧發生這件事 美國分別在兩年 即是2006年和2016年 Texas已經有眾議員呼籲 不要用這間跨國公司的系統 因為它是由委內瑞拉的獨裁者 查維斯創立的 但結果當然無效 目前美國有30個州 用這套系統來點票 而為何會這樣呢? 據說當時在克林頓和奧巴馬時期 亨特拜登 即是副總統拜登 當時的侄 亨特拜登 負責引入這個點票系統 但目前 這個還要上代考證 在美國用了30個州 這個系統 特朗普的律師 前檢察官 另一位律師 Sidney Powell 說有29個州 點票有問題 都是用Dominion的系統 Dominion 是一間極左派開的公司 你聽委內瑞拉、查維斯都知道 而且Smartmatic的公司 跟索羅斯有些朋友 加密關係 說起索羅斯 美國總統大選的醜聞曝光之後 這個Political Swarm 或者Drain the Swarm 政治沼澤 那種真是深不可測 成為一個熱門話題 媒體、偏頗 大家分門分派 令我們彈為觀止 特朗普團隊一位大律師 伍德、Lintwood 這是在美國著名的大律師 他在Newsmax的電話訪問中 談到大選舞弊 跟Dominion公司 Smartmatic公司有關 期間他提到索羅斯的時候 忽然間拍了一聲斷線 不讓他說下去 不知道是否之後的事情很嚴重 所以暫時不說 事後Newsmax網絡台說 不是我們切線 然後伍德律師就說 可能電話服務遭到干擾 一聽到索羅斯 就懂得自動切線 看起來就是 He who must not be named 有些名字是不能說的 來自德國的一位告密者 現在說回為何Dominion、Smartmatic和Skytel 這三個聯營公司 為美國點票 為何會出了事 或者有所謂揭露一些醜聞出來呢? 因為一位德國的告密者 叫Chine Moll 叫做摩爾 他就在11月8日 在德文的Twitter上爆料 不好意思 他說美國2020年大選的原始資料檔案 原始數據保留在德國法蘭克福的Dominion的伺服器裡 原始數據顯示 當時特朗普在11月3日大選 那一晚已經得到壓倒性的勝利 得到410張選舉人票 而民主黨的大本營加州 都已經投了給共和黨 即是給了特朗普 所以特朗普經常都說 I have won, I won a lot 贏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跟這個有關 他說這個告密者說 美國軍方已經拿了這個伺服器 亦掌握了原始數據 關於法蘭克福美軍基地 這個數據器 即是伺服器 被偷或被繳獲這件事 美國眾議員 Louis Goumet有爆料 在16日,即是3日前 Texas,德薩斯州的Dallas Morning News 德拉斯早報報道 Louis Goumet這位議員 預測選舉的舞弊 將會引起美國的革命,即是內戰 Goumet是德薩斯東部的查黨議員 是一部首派 他認為選舉舞弊會引起 好像埃及那種阿拉伯之春的起義 或者是百多年、二百多年前 美國獨立戰爭的起義 美國獨立戰爭當時只有三成美國人 對抗英國殖民部隊 但還是打贏了 Goumet議員說 美軍已經拿了Skytel 軟件公司在法蘭克福的服器 準備揭發選舉期間的舞弊 在美聯社的查問下 美軍和Skytel公司 兩人都否認有這件事 Skytel是一間西班牙的電子投票公司 據說又是跟索羅斯有關 這個又是古怪的 總之就是引我哥廷根大學的校友 卑斯麥說的話 當時普魯士的宰相 政府的消息是要他在否認後才得到肯定 大家不妨立此全照做個參考 今年美國總統大選爆出來的相當之驚人 局面很不平靜 雖然主流媒體一致宣佈 前副總統拜登 即是奧巴馬時期的拜登副總統 已經領先了大選 而目前現任總統特朗普依舊拒絕承認 而且在很多州,目前已知五個州轉開法律鬥爭 力求翻盤,亦造成美國社會這段時間相當動盪 很多人示威,亦有很多人賣槍 現在的緊急狀態可能會持續很久 號稱美國最大的極右疫民兵組織 叫做守勢者 Oath Keepers 即守護勢言的一群人 近日表示,如果拜登在明年一月 真的當選宣誓就職 他們會拒絕承認他們是新國家元首 而且會效法美國開國緣分的精神 反抗到底 2020年美國大選前夕 我們都知道 美國的賣槍、店舖給民眾賣光 四年前特朗普當選的時候 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看到麻煩你了 守勢者Oath Keepers 這個創造的人叫做Stuart Rose 他目前表示 全國有一半的人都支持特朗普 投票給特朗普 以選民來說 他是不會承認拜登當選的合法性 而拜登簽署的任何法律 他們都不會承認或者遵守 他們會像開國的緣分一樣 廢除和抵抗任何違憲的命令 守勢者這個組織目前有3萬5千個成員 大部分來頭都厲害的 來自退休的軍人、警察和其他執法機關的人員 他們奉行美國憲法第六條的規定 就是捍衛憲法抵禦一切外國和國內的敵人 這些才是真正的忠誠勇毅 另外由於美國有和平結舍的自由 憲法亦保障持槍權 因此聯邦政府和州政府 在未掌握犯罪事實的情況下 是不可以任意取替私人的槍械 或是私人的民團 即是有軍火的民團 美國代理國防部長 剛剛上任沒多久 Chris Miller宣布 特種部隊的民書團隊會直接向他回報 不用曾經過官僚組織上達 以便加快情報搜集工作 特種部隊是為了避免一些小規模的衝突 在美國國內現在是因為選舉舞弊 未必得到妥善的解決 而美國的兩黨分化亦可能會引起武裝衝突 故此國防部長這樣說要直接領導這些匯報單位 看起來都是準備應變的 各位朋友,講到民主和地方武裝力量的關係 但是我有一些感想要說 因為香港人一直要民主 都是用一些和理非的方法 在去年忽然一改常態 對抗警察 不過對抗的時候又是用和理非方法 結果很多人被捉了 事後拘捕,大敗,國安法也來了 因為他們在其間裡講港獨 很搞不搞,反送中而已,講甚麼講獨 在美國很難見到政府這樣驅逐 或者其他強拆民防,或者徵修填土 聯邦政府如果派出警察 執行這些徵修土地的法令 一旦遇到一些地方民兵 英文叫militia 他們持槍捍衛都會退讓 因為聯邦警察即使可以用很強的武力 直升機、坦克都可以出動 不過如果這樣變成內戰 就不是普通的鎮壓 所以政府寧可談判 都不會跟這些持槍民團對抗 美國的持槍民兵團根據美國憲法的第二修正案 第二修正案,是保證人民持有武器 使用武器的權力 而且還可以組織民兵 這是近代不幸 因為社會壓力太大 所以成為一些槍擊案 校園槍擊案之類的其中一個原因 當然未必是直接跟持槍權有關的 第二修正案,是保證人有武裝 捍衛自己的自由 以及保護自己的田地財產權力 大家知道,田地房屋和產權必須保護 而法律保護很容易被政府拿走 必須要人民自己有武裝來保護 這些是一切人民自由的基礎 如果你不能持有武器 在美國來說,保護自己土地和房屋 很多自治區,很多有自己風俗的地方 都會被美國聯邦政府慢慢掃平 美國之所以多元化 以及這麼多的政治信仰 或者這麼多宗教的組織 或者宗教的領地 是因為美國的民主 不是來自貴族和君王之間的妥協 或者是平民的革命 這些是美國或者法國的民主方式 美國的民主是來自平民的地方自治權 之間的互相制衡 是來自邦與邦之間的互相制衡 要保障地方自治 一定要保障地方平民可以持有武裝 例如半自動的機關槍或步槍 而且以熟練操作的 梟湧善戰民兵做地方自衛的力量 以前是因為前幾年 美國在佛羅里達州 2014年發生了一個校園槍擊案 2018年2月14日 期間有17名師生死亡 美國校園禁槍於是很多人提槍 數以千計的學生上街遊行 要求政府立法管制槍械 當時很多人同情這班中學生 當然來福槍會和很多在捍衛美國民權的人 覺得持有槍械和校園槍擊案 沒有直接關係 如果為了所謂的平靜而取消持有槍械 就是用自由來交換安全 Exchange freedom for security 這正正合乎極權政府的看法 譬如現在很多極權國家 譬如中國大陸 監察電視網絡 四周用人面辨識 手機支付 是令到罪安確是少了 但亦令到很多人失去了自由 所以我們在看美國的持槍權 或者民兵權的時候 要這樣看 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它在憲政上可以民主自由 有它自己的地方武裝自治的基礎 如果我們真的要exchange freedom for security 結果其實美國的先言 Founding Fathers也說過 或者哲學家也說過 如果你想用自由來交換安全感 你會失去自由 亦會失去安全感 好似現在很多各國的政府都一樣 用抗疫、COVID-19來嚇人 希望保障人的安全或健康 就要人交出自由 但其實最終的結果 其實現在都看到了 你會失去自由 亦會失去健康 因為剛剛今天在香港政府的調查出來了 香港人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在這半年其實下降了